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个就是 神佛心肌种子和这个 羊意识啊 这个是羊意识 然后某种因意识啊 其实现在是在抢人的啊 这个因为妖魔鬼怪也在行动嘛 这个是同时的 羊意识在行动 那么他们肯定也会行动的 他们在抢人的啊 然后有的人已经被糊涂了啊 觉得佛道仙是坏的啊 因为那个是人家在 那个某种在上面故意的啊 骂一些佛道仙 说是什么魔啊 其实是他们啊 反过来的 佛道仙呢 怎么没去骂他们呢 那么说明他们有问题啊 才会说别人有问题啊 对吧 而且有的人就是已经很糊涂了 不知道选哪个了 然后还有就是 权杖三权杖爱 权杖爱的话 他们就已经不知道选哪个 是正确的了 有的是原神就是佛道仙的啊 但是你来这里如果选择你的 跟着某种去学的话 有可能是 好 最后是坠入魔道 然后就是轮回是比较不好的 佛道仙是让你往上升为啊 某种的话是让你这个一直待在这个地位 好 这种感觉的 这个也是大家 我们作学学的知道这些 就是他们也在抢 抢人 黑化一些人 还有吸力能量 因为特别是原神是高未来的话 原神的那个能量也是他们比较喜欢的 这样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壮大 也是壮大他们的能量吧 而且在网上辱骂对吧 辱骂佛道仙是坏的 而且是利用一些教你们的方法来吸引大家 所以注意一下 其实所以我的希望就大家自己去学 不要听信一些随便说教你的 或者是搞一个群的 特别是那种像灵性群 有的是有问题的 里面有一些他们会用法术 就是用邪的法术来吸引人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为他们是好的 因为我见过灵性群里面是 他们都是有头头带走的那种 那种是不对的 你要学法术的话 你得学佛道仙的 都是比较正能量的 而且也不会去骂他们 因为没必要 都在抢人 这个是真的 所以的话很多人要学会一下分辨 要自己走心骨 其实是先自己学吧 比较好 而且有的人能量应该被吸了 这个是扎心的 所以的话不要去什么灵性群 当然有的灵性群是好的 但是有的灵性群是有问题的 少接触点群自己修 直接去自己学点什么大悲咒 经文这种 还是可以的 所以的话要小心被吸 因为他们也是在抢人 黑化了 那就浪费你一个原神是高位来的这个位置 这个也看到就是比较黑暗 比较黑暗的场景 就是黑化的话 你这个翻身翻不起来了 回不去的 它不可能是源头的 相对宇宙都出不去 你要最高位的都很难出去 相对宇宙 还说你一个普通人 业力都没消 是很难回高位的 这个的话就是不要被人家带偏 因为有的人已经走偏了 自己还不知道 然后被吸能量也不知道 越来越弱 我听到一个人就是越来越弱了 被吸能量的特别是群 那种群 就少加点奖正能量的没事 国学的这种 这些都没事的 少接触点灵性权 不要被人家带走 吸能量黑化 有的弟子已经是黑化了感觉 因为他们那些也很厉害的 地球上有很多妖魔鬼怪的 有很多是无形的 他们也是在 现在都很急 都在急着吸能量 所以的话小心的 自己修比较好 要么你就专门的去拜师 去培训 但是你不要搞一些群在那里 有的群是很有问题的 是某种比较 有的群人 有的群人 给我们来地球 做好 不群人